白令海大吸金节目组,有史以来首次记录白令海淘金客冬季淘金的盛况,大家千万别错过,这将是全新的赛道,夏天拥有挖金船的队伍将不再具有优势可言,甚至可能会沦为配角,淘金客们仿佛来到了平行宇宙一般,谁输谁赢冰上剑分晓,第一位出场的是大家喜欢的艾米丽,看她企鹅一样的步伐,一定是背弃的不轻,因为她没能拿到冬季淘金的许可,虽然今年冬季淘金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但她当然不想缺席, 是以至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拿到许可的人合作,找谁合作呢,恐怕她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此之前,双方几乎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但毕竟二人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发小,所以二人约定,人愿放两边,金子摆中间,与其找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合作,还不如找一个和自己满是关系的人,管他是什么关系呢? 再来看财大气俗的肖恩,此时的他开着飞机当然也不是再晚,他本赛季的目标是寻找到诺姆最大的那条主矿麦,他来到一个小岛,这里有老一位矿工留下了一只,他断定主矿麦一定就在附近,所以今年冬季的淘金地点就选在了这里,另一边的大折腾家艾迪生,又折腾出了新花样,他卖掉了乙群号,以及手里众多的淘金设备,把钱全部集中了一起,买下了这台全自动的潜水吸金设备, 简单说这套设备可以代替潜水员,来把海底的泥沙吸到冰面,并且效率是人的15倍,这效率属实让水手们觉得自己不久就要失业,全部都和老爸闹白的凯利兄弟,另起炉灶打算和老爸对抗到底,他们的冬季吸星船叫做警车号,兄弟二人把营地驻扎在了老爸的旁边, 一是方便搞破坏,比如此刻的安迪,二是老海手里有许多很不错的坐标,安迪心想既然你能偷我的金子,那我干嘛不想回来呢,老海的潜水员大夫,已经潜入了海底,但五分钟后就返回了冰面,这引得凯利兄弟俩疯狂嘲讽,此时艾迪生这台价值10万美元的海马,正在准备下水,这时我发现了两个老熟人,正是德里克和斯班赛,第二季那次船员大叛乱的渔博仍然持续,大家配合默契地把设备安放在了水下,艾迪生启动了机 海马工作起来还挺像回事,萧恩选择的淘金地点实在过于偏僻,为此他们准备了足够的武器,来防止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袭击,并带了一条正宗的阿拉斯加卷来守护营地,相比其他队伍,萧恩的队伍声势浩大,走在大街上也拉风得很,但这些和能否找到金子貌似关心赢的,此时艾米丽带着她的潜水员,找到了席克,席克一愣,三名潜水员居然全是女性,这其中还有席克和艾米丽共同的同学,艾米丽本想带领 她的女子军团在冬季给这帮大老粗们好看,没想到却出师不力,自己没有搞定证件问题,大家简单寒暄过后,席克艾米丽草台班子大联盟出发了,大家绝对猜不到,张着大嘴的艾米丽是在干什么,到底是哭还是笑,其实她的唱歌剧,但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出来 这歌剧果然杀伤力够大,她的老爸史蒂夫此时也在,不知道史蒂夫是临时帮忙还是永久加入,希望是前者 第一名潜水员失败后,老凯的第二名潜水员马上潜入了海底,但他的呼吸声音 大的海,头也疼得厉害,这明显是缺氧的反应,他发出求救信号,另一名潜水员迅速把他拉了上来 而老凯则在房间内嘲笑他,两名潜水员全部失败,老凯出师不力,所以返回了陆地,也许号的那台海马现在怎么样呢 他的效率确实要比人高得多,今天他吸到了两样四个金子,此时的萧恩仍然向布毛之地进防 这怕是要跨过海峡去俄罗斯吸进布城,阿拉斯家的血实在太深了,并且越往前走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就越多 狼的脚印甚至比科迪的拳头还大,开拓者萧恩经过了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这片布毛之地 赛季第一天大家的首过都不多,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尤其艾米利的女子军团很值得我们期待 我们慢慢来看,大家别怀疑,并没有穿台,这里确实是白令海大吸金 不过吸不到金子的队伍,正打算改行去补地防线 冰面上的萧恩不负往日黄金先生的神采 即刻艾米利联盟军此时的气氛也冰冷地喊 艾米利带来的三名新手觉得这套潜水设备的近期管线不够长 这样可能会把废气重新吸入 显然他们还没有做好成为一名淘金者的准备 老矿工席克才不会驱管这些 他穿好潜水服第一个下水,这里的坐标是艾米利提供的 他夏季曾在此吸了150盎司金子 坐标很靠谱,席克找到了金子 但帐风挖的肯德尔,看着到处撕漏的设备很担忧 装备党肖恩这边,设备那是相当齐全 他先钻了一个冰窟窿 然后把防水相机顺下去查看情况 海底满是石漏 果然是潜水的绝佳地点 但他们的热水器的加热线圈 可能因为长途跋涉而被颠簸的裂开了一个口子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显然没有商店去购买线圈 另一边的艾迪生 他的海马全自动吸进设备 今天也出了问题 其实艾迪生化重金买来的这台设备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四个赛季以来 他的硬盘流水冰太多了 觉得人不靠谱 所以才买了机器 但今天机器出了故障 还好他没有忙着解雇掉他的船员 今天船员暂时代替海马下水吸筋 德里克则返回诺姆去维修坏掉的零件 肖恩这边 他拿起焊枪一顿哔里啪啦 热水器还真让他修好了 大家还没见过肖恩潜水吧 这次看到他淘金克的基本功还在不在 赫拉赫号这边 齐克完成了五个小时的潜水后返回了冰面 下面该轮到艾米丽的女子军团上场了 四位女士围在一起商量着随先潜水 对设备不放心的肯德尔说 这套设备会使自己吸入废弃 从而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所以他退出 艾米丽极力挽留 但无济于是 女子军团行动还没开始变先折损一人 齐克说肯德尔上学时 就总是叫自己胖子 自己到现在都不想原谅他 他可能会不会 他可能会不会记得 老同学的退出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谢尔比已经准备就绪 齐克在给新手简单培训后 他便潜入了水下 但此时艾米丽观察到他的攻击压力不足 他询问谢尔比感觉如何 谢尔比要比想象中坚强的多 他选择继续留在水下 另一边的肖恩在海底搜索了五个小时 他的目的是寻找到诺姆最大的肚矿脉 现在好像有了些线索 但他们可能要再次转移营地去靠近肚矿脉 与此同时由于地点过于偏僻 科迪下了几个系龙来解决火池问题 这绝对是正宗的白练海底盲线 不过貌似螃蟹的大小还没有达到捕捞标准 好在只是自己和狗狗吃 低声这边 格里克修好了设备 海马重新潜下水 踢下潜水员 那么他们今天的收获如何呢 7.25 7.25盎司金子价值1万美元 冬季淘金比不得夏季想去哪就去哪 这样的收获已经很不错了 另一边席克团队的第一次收集也在进行 目前来看这个脆弱的联盟状况还算不错 不怕冷的艾米利穿的可真是透清凉 他在户外把金子烤干 最终他们得到了2.8盎司金子 价值3300美元 平均每小时可以吸到0.3盎司的金子 也就是每小时收入350美元 效率也很不错 远离大部队的几个隐 此时边考螃蟹边计划接下来的工作 小狗科那当然也有份 科迪提出不如改行补螃蟹 听说这东西也不便宜 这当然是个玩笑 叶巡浩凭借全自动海马暂去榜首 玫瑰浩在冬季已经沦为佩学 今天席克艾米利联盟军 还是不意外的吵了起来 艾米利的潜水员谢尔比正在潜水 但她的安全绳不知何时被冰缠住了 她让艾米利过来帮忙拉安全绳 突然传来了谢尔比惊恐的声音 席克听见后 马上冲了出去 原来是艾米利拉绳子时 把谢尔比的面罩拉掉了 不过好在有惊骨血 经验丰富的席克后怕得很 这是极其危险的动作 艾米利认为是谢尔比对自己 发出了错误的指令 自己才错误的去拉安全绳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 珍妮在一边不是该说什么好 愤怒的艾米利 直接骑着雪地摩托离开了 此时身处不毛之地的肖恩 则急剧开拓精神 她打算率领她的小队 继续向主矿卖挺进 但他们低估了这次旅行的人油消耗 如果再次转移营变 恐怕他们连回家的油都没了 肖恩思考再三决定 小队兵分两路 肖恩带着小狗科娜去附近找一找 有没有村子去弄点燃油 其他人开着雪地摩托 继续向前寻找主矿卖 双方约定晚上如果有人没回来 那回来的人则去救援 此时就在诺姆港家门口的凯利兄弟 和老爸的第二番较量正在进行 到底谁是儿子谁是老子 得拿金子说话 此时凯利家族的家族特色再次出场 克里斯永远逼不上的嘴 让安迪很是烦恼 克里斯和安迪说 供热系统出了问题 但安迪没有认真听 也没有精力去听无限电力 滔滔不绝的废话 克里斯返回并面 对着弟弟继续输出 安迪发现原来是热水器的蜜蜂出了问题 这套设备原来在收割号上 克里斯花3000美元 从老爸手里买了过来 老凯当然不会放过 嘲讽两个傻儿子的机会 蜜蜂的问题很不好解决 诺姆没有这种配件 网购则需要两个星期 他们的冬季淘金计划 似乎要提前结束了 两兄弟再次血脉觉醒 两张嘴片刻也停不下来 玫瑰号第一小分队的肖恩和柯娜 在已生动物的地盘艰难前行 距离天黑还有六个小时 他必须在天黑之前 找到燃料并赶回营店 但柯娜却突然血脉觉醒 拒绝一只路 肖恩好不容易才把他叫了回来 这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肖恩终于发现了一个村庄 但外地人来到这里 如果不想被为难 你最好拿出点诚意 肖恩也深知这其中的道理 他拿出了自己刚刚古道的帝王线 来讨好本地人 看来不论哪里人性都一样 然后肖恩才顺利的加满了燃油 另一边的安迪 家族进再次觉醒 他觉得老河这次肯定完蛋了 此时认清形势最重要 所以他背叛了克里斯 转头了老凯的阵营 拖拖墙头草水一封脑 老凯很欢迎安迪重回自己的怀抱 不为别的 这样对克里斯绝对侮辱性极大 克里斯则要比安迪强一些 他找来了一个全新的热水器 但热水器的附属品是2011的矿工 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 凯利家族老河三个 勾心斗脚的故事仍在继续 探图的报应来得真快 一夜过后 距离淘金记结束还有十几天 克拉赫号这边 安迪再消失了超过24个小时后 回到了营练 但他和谢尔比再次一面面证的问题 吵了起来 结果是谢尔比无法忍受 艾米蜜的态度直接走人 珍妮觉得谢尔比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所以也跟着离开了 艾米蜜的女子军团 只经历了一次潜水后便解散了 此时的营地仿佛昨日重现 只剩下老搭档二人 我以为收割号的意思是收割黄金 没想到是老凯要收割上了贼船的儿子们 这个伏比埋的真是够深 安迪这个憨憨看着挺聪明 实际上却总是被老爸无情的戏爽 真是不好做人 凯利父子回到诺姆提纯金杀 这次安迪全程陪同没的商量 最终他们仅仅得到了1.5盎司的金子 价值1800美元 由于这次金子实在太少 所以安迪顺利的拿到了属于他的一半 克里斯这边 他正在努力维修设备 如果设备不给力 他貌似也只有投奔老爸这一条路可走 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 大家也别见怪 凯利们并不生活在我们的世界观里 此时安迪利回到了诺姆 他找到了自己的队员 几个人的火器也都消了大半 结果顺理成章 三人重归于好 半个月的时间 各职都用收获惨淡 今天玫瑰号的科迪抬头一看 一下飞机正在朝他们飞来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家族现任总统大拿老肖 听说小队进展的不顺利 他亲自来送温暖 不用猜暴力绝对又是那两根铁丝 他来到以后命令肖温 马上下水去给他找亲子 另一边单打独斗的克里斯 快要挺不住了 他对墙头草安迪很失望 其实老凯也只是拿他当工具 安迪真是不好做人 两条凯利全部潜下水 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二人自由内部解决的办法 当然办法很原始 又是武林学胜出的一天 此时老凯已经做好了嘲讽的准备 不管是谁落败 最后克里斯逮到机会 差一点扯下了安迪的面罩 安迪呛了几口水后落荒而逃 克里斯或是霸占了此处的金子 然后老凯把准备好的话 都用在了安迪身上 克拉克号的艾米利 把最近得到的金子清洗了出来 结果只有2.86盎司 价值3400美元 这让席克很失望 他想终止和艾米利的合作关系 在他看来 艾米利的团队此时 更像是一个来坠 艾米利则觉得是水闸箱有问题 没能留住金子 所以他在自己动手修理 二人心照不宣 互相不说一句话 此时的野巡号那步分歧严重 台底的潜水员很肯定 现在这个洞没有潜土 这里没有金子 但转移营地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 并且还会支出额外的费用 这让艾米利生承担不起 双方将持不下 玫瑰号这边 在老肖的监督下 肖恩还是没有找到金子 克迪提醒老爷子 你的巫术该登场了 老肖则给了克迪一个小圈圈 魔法重现 老肖很认真 连步伐都讲究得很 也许这也是巫术的一部分 最后他选定了一个位置 说的还挺像回事 老爷子认定的地方 长宫卖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当然长宫中的刺头肖恩才不会去 他可没心情 陪着这位不好谱的老爷子玩 所以雅各布换下肖恩 来到了老肖指定的地点 此时凯莉家族两伙人 都在清洗金沙 决定胜负的时刻到来了 老凯这边得到了一盎司的金子 价值1200美元 克里斯这边虽然不多 但起码比老爸要多得多 他得到了2.1盎司金子 价值2500美元 当然有爱心的他 不忘让老爸和安迪也跟着高兴高兴 如果明天大家发现 老凯和安迪投靠了克里斯 也千万别见怪 这就是凯莉们的生存法则 习客在公寓里 把自己想要散伙的想法 和安米丽挑明 安米丽说自己也付出了很多 安米丽的父亲史蒂夫也在场 二人越说越激动 把往事也全抖了出来 有老爸撑腰的安米丽 这次应信了不少 史蒂夫见女儿受欺负 扬言要打爆习客的头 习客在威胁之下 暂时没有和安米丽分手 二人回到了营地积蓄期间 本以为二人会继续干架 没想到这两人突然又好的不行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艾迪生这边 双方在是否转移营地的问题上 仍僵持不下 艾迪生不想再付出时间和金钱 船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去说服艾迪生 最终艾迪生做出了无比接难的决定 却浪费两天时间 最后赌上一把 那么最后老肖的无数 到底管不管用呢 流矿草里果然发现了金子 老肖还找到了一块超大的 这确实让肖没话说 距离赛季结束还有十天 各支队伍的收获 还没有突破两位数 距离有史以来 最短的淘金季结束 还有六天的时间 几个小时以后 一场北极风暴也将到来 首先来看科拉赫号 珍妮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潜水 同时席克带着自己的弟弟家布 也到达了营地 在此之前在女员队里泡酒了的席克 可能觉得很别扭 所以他把弟弟叫了回来 家布一刻不停接力来到水下 但一只海豹把他吓得落荒而逃 席克按你力抓住机会 疯狂嘲讽老实人家布 大家可以告诉我海豹咬人吗 胆小鬼带上了一把吓人的大刀 重新回到了海底 此时北极风暴已经到达诺摩 风暴会掀起潮汐 潮汐会使靠近海岸的冰层挤压碎裂 这种情况极其危险 而营恩此时的位置 正处于这种易碎区域 但他们依然坚持下海西心 冰面已向狂风大作 冰层以下则一片寂静 偶尔会传来冰层挤压碎裂的声音 但没过多久 科迪感觉呼吸困难 原来是空压机被冻熄火了 把绳子拉帽岩都打不着火 萧恩命令科迪立刻马上回来 现在的科迪看着 比刚才那只海豹都要肥得多 没办法 跟着黄金先生这五个赛季 也在吃香喝辣 不想胖都不行 此时萧恩的处境是 总投入三万美元 总收入则只有两样四斤子 距离赛季结束也只有六天 再加上空压机故障和北极风暴的袭击 最重要的是 现在他所在的冰层不安全 接下来是回家 还是继续坚持 萧恩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也许昊已经办到了新的营地 这是爱迪生最后一次机会 他本赛季的投入超过十万美元 但目前他仅仅收获了九盎司的金子 西营地下面有没有金子 将决定他是否破产 海马软着陆成功 胜败在此一举 海马在海底丝毫不受风暴的影响 此处的金子很不错 看来他赌对了 这几乎等于救了他一命 但好景不长 同在海底的潜水员 突然发现海马貌似发生了泄漏 此时的爱迪生 真的不想再听到一句坏消息了 他真的经不起一点点的意外了 他立马叫来了售后工程师 尽管售后一再强调 那是一种对环境无害的油 但老江湖 艾迪生当然明白 你说无害没有用 我不想冒险去赌 自然资源部的人是否专业 除非你能当着那群人的面 把用这种油炸出来的薯条吃掉 此时风暴中心的萧恩 修好了空压机 显然他决定留下来 好消息是他终于发现了金子 这爷俩的成功大家还别不信 真的不只是靠运气 坏消息是风暴越来越大 他们不得不去附近的小岛暂时避难 他们带着能活下去的必需品离开了营店 克拉克号也已经放弃 他们此处的冰面已经变形 你力效加不上来 大家快速撤离了营店 一夜过后风暴终于停止了 艾迪生的船员回到营地清理金山 最终得到了5.7澳资金子 价值7000美元 这对艾迪生来说 无异于救命稻草 三只凯莉也回到了营店 眼前已经一片狼藉 房间里也灌满了雪 克里斯想马上潜水 但船员挣得不紧不慢的铲雪 这把克里斯吸的不行 老爸过来叫他要不要一起回去吃饭 克里斯呢还有心情吃饭 肖恩在小岛上也开始清洗 他从暴风雪里抢来的金子 老肖总是喜欢给大家来点司机的 肖恩估计这些金子 大概有2.5澳四 看见金子的老肖 总能返老还童 他叫长工肖恩立刻去给他挖洞 之后老肖把所有劳动力都赶了出去 距离赛季结束还有5天 淘金团的收获 已经不能用惨淡来形容了 简直一个回本的都没有 下期将是本期的大结局 会有奇迹发生了 老凯这次彻底栽的朋友们 他的营地被洗劫一空 现场一片狼藉 价值7万人民币的装备不翼而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慢慢来看 欢迎大家来到第5季的大结局 距离赛季结束还有12个小时 今天三只祖籍爱尔兰 献起美利间的吉普赛族的凯利们 来到了营地 安迪一进门 眼前的景象让他尖叫了起来 他们的营地招贼了 所有值钱的设备也都没给他留 老凯分析应该是熟人做案 因为切贼好像知道 哪些设备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专挑好的下手 他怀起了阵子上除他和安迪以外 唯一的那个疯狂的爱尔兰人 而此时那个人正在海底潜水 船员告诉他 你老爸的营地被端了 他则淡定得很 目前还难以分辨是不是他干的 但没过多久 船员通知他立刻上来 因为流氓槽坏掉了 这会不会是某些爱尔兰人的打击报复呢 目前也没办法判断 克里斯在收集散落在冰面的金沙时 发现了流氓槽的螺丝钉 这倒是降低了人为破坏的可能性 克拉克号这边最后一次轮班 当然是效率最高的席克来潜水 按上来艾米利已经开始考虑 接下来下级淘金的事了 他又打起了席克的主页 他希望席克能来自己的船上当潜水员 当然这也曾经是他的船 席克的克拉克号在下级难有大作为 席克也确实需要去一艘有潜途的船上工作 不过先吞下前任老板的船 再雇用前任老板来给自己当员工 这想法实在太疯狂 太魔幻了 但这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们静待事态发展 在老肖的监督下 肖恩今天最后一次潜水 黄金先生在距离赛季结束 还有12个小时的时候 仅仅收获了4.5盎司金的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肖恩在近乎极限的能见度下 做着最后的扭裂 这种能见度极其危险 如果遇到突发事故 可能找不到回去的路 所以他的赛季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然后他们收拾营店 结束了一个月野人般的生活返回诺母 今天也将是艾滴生的审判人 他在本季投资最多 今天将决定他是否破产 距离赛季结束仅剩23分钟 席克仍在海底 艾米利叫他上来 他们必须要回去了 席克却舍不得这里的金子 这是典型的席克是淘金风格 但他也知道是时候结束这个赛季了 那么赛季的最后 各支队伍收获如何呢 首先来看艾滴城这边 他在最后9个小时疯狂收割了 27盎司金子 平均每小时3盎司 这效率甚至超过了8斤船 可惜他刚刚步入正轨 赛季就结束了 最终他的赛季总成绩来到了42盎司 价值5万美元 因为还有机器在 所以他本赛季还算不上亏损 赛季结束后 他来看望9位的依然 怀孕的他已经明显发福 也许再下季我们就能看见他的孩子了 玫瑰号众人也回到了9位的诺母 大家在提纯这个冬天收获的所有金杀 最终结果为13.8盎司 肖恩团队忙活了一个月 投入3万美元 而产出却只有16000美元 甚至不如下季几个小时的收获 他的赛季可以用惨败来总结 席克艾米利联盟军收获如何呢 称重显示为6.1盎司 赛季总收获则为11.8盎司 好在他们的投入不算多 这些金子也勉强收回了人力以外的成本 艾米利更在乎的是 席克是否愿意两个月后 回到他熟悉的前边缘后 现英雄后来工作 虽然他的身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但二人最终没能达成合作意向 因为席克开出了一个 让艾米利无法接受的翻成方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席克想让艾米利自难而退 我要继续侮辱自己 可能真正的原因是 他不想被自己曾经的情人 曾经的船员 在自己曾经的船上领导着自己 至于老凯营地被盗案 目前仍没有结果 虽说三个埃尔兰人什么事都敢干 但大概率克里斯也不会愚蠢到 洗劫自己老爸的营地 淘金团在短短一个月的东介 总收入只有70盎司金子 这让我大跌眼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